这个胖子的死相很惨 头埋在一大碗面条里 双脚被铁丝紧紧捆住 后脑手有一块瘀青 法医拿着他被脏破的胃告诉威廉 这是有人用枪顶着他的脑袋 逼他一直吃东西 吃到把胃脏破 最后内出血而死 整个过程长达12个小时 也就是说 他是被活活撑死的 威廉对这个案件很湿头疼 如果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 以这样的方式去杀死一个人 那么说明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 经验丰富的老黑 感觉这个案子并不是单纯的仇杀案 肯定还会有后续 但他不想管 因为干完这个星期 他就要退休了 可上司说 这个案子非他目熟 老黑只能继续调查 还没查出个头绪 下一件案子又来了 这次的案件更加有仪式感 受害者是个律师 凶手把他的血液抽干 在现场写下了一个单词 旁边还有一个天平 上面放着一棒肉 这是致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其中律师妻子的照片 还被血液画上了一个眼镜 凶手肯定想表达什么 老黑回到第一个案子的现场 寻找线索 果然在冰箱后面 发现了一个用油纸写上的单词 老黑很快断定 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来源于神曲中的七宗罪 所以后面还会有五个人被杀 老黑找了相关的书籍 给搭档小白看 不过声信暴躁易怒的小白 压根看不下去 老黑根据一个线索 也是那个眼镜找到了律师的妻子 妻子告诉他们 凶案现场 有一幅画被调转了方向 两人把画挪开 果然发现了异常 一个用指纹写成的单词 这个指纹并不属于死者 难道是凶手特意留下来挑衅警察的吗 警局连夜进行指纹识别 查出指纹属于一个毒贩 这人一年前刚放出去 住址都还在警察局里有备份 警察立刻派出大部队前去抓捕 可跟在后面的老黑又感觉不对劲了 这个人并不像会犯下这两起案件的凶手 赶到毒贩的房子 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他被绑在床上 看起来像一具干湿 同时还满身伤痕 床头上还写着一个单词 一个警察靠近查看 一想到成了这个样子还活着 两人来到楼道 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一个记者突然进来拍照 正在气头上的小白 拍掉了他的照相机 并把他骂走了 接着毒贩被送到医院 不过医生告诉老黑 他的舌头已经被割掉了 也就是说 这个人并不能把他们找到凶手 时间来到星期五 仅值得小黑板上 已经有了三个罪行被划掉 按照那个凶手的逻辑 还有人正在或者已经被杀害 只是他们毫无头绪 两个人意识到 要对付这个思维缜密 还富有耐心的凶手 他们必须出席至圣 老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凶手利用七宗罪的名义杀人 很有可能会去图书馆 借阅相关书籍 他们可以从借书记录上 一个个的找过去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们随便选了一个人 打算找上门凶化 正敲着门 没想到房间的主人刚好回来 本来只想找点线索 没想到中了大奖 幸福来得太突然 两边都有点措手不及 凶手逃跑 小白立刻追上去 凶手出乎意料的敏捷 小白拼尽全力跟上后 布料被凶手暗算 凶手拿枪顶着他的脑袋 那天的雨太大 小白没看清楚他的脸 但令人意外的是 凶手最后没有开枪杀死小白 等老黑赶到 他已经不见了 二人来到凶手的房子 这里的装修有点反人类 卧室里装着亮着红光的十字架 工作室里吊满了凶杀的照片 还仅仅有条的摆放着各种工具 和参考书籍 更夸张的是 凶手在这样的情况下 写下了两百本 关于宗教的笔记 字迹密密麻麻 专业与敬业程度可见一般 小白还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照片 原来他们曾经碰见过凶手 就是那天被小白赶走的记者 小白回忆起凶手的样貌 立刻让警局进行通缉 此时又传来了凶杀案的消息 有人逼着一个嫖客 用极其变态的方式杀死了一个女人 在门上留下了色欲这个词 时间来到星期天 第五期案件发生了 一个女人被发现死在家里 也被完全毁容 受害者左手被黏上了安眠药 右手沾了电话 凶手在将其毁容之后 给了她一个选择 到底是用电话求救 还是用安眠药结束 女人最终选择了左手 也正是在这一天 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终于停了 露出了灿烂的阳光 这预示着案件 终于要真相大白了 镜头跟着一个人的背景 走进警察局 直到他用最大的声音喊出 所有人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这个满生鲜血的人 正是凶手 他居然来自投罗网了 小白立刻让这个人 贴在地上趴下 但凶手只是淡淡地说 凶手显然是有备而来 胸有成熟的 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他说自己可以认罪 但必须让两个主角 带着他去完成一件事情 不同意的话 他可以用精神病的名义 为自己犯案 警察拿他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他 汽车驶向不知名的目的地 凶手在路上 说出了自己的动案座机 他自认为是被上帝选中的人 是一个不道者 他杀的人都有罪 胖子脑子里只有吃 律师专门为重犯脱罪 毒贩总想着不劳而获 妓女患病还故意接客 最后那个女人 为了自己的脸 可以不顾一切 他的七宗罪仪式 就是要以此唤醒世人 但目前他只杀了五个人 应该有两个 不过相信有人已经猜到了 三人来到一片荒野 这里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有埋伏 此时迎面而来一辆货车 立刻被他们两个下车拦住 货车司机说 有人向他付了一笔钱 让他七点钟准时送来一个包裹 老黑在旁边一个人打开了包裹 一瞬间他明白了一切 此时凶手也开始对小白 陈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对小白的生活充满嫉妒 嫉妒他有安逸的生活 嫉妒他有美丽的妻子 因此 至此凶手的仪式才终于完成 他自己的嫉妒小白的暴怒 已经凑过了七宗罪的仪式 小白虽然没有死 但妻子的死和他擅自杀死嫌犯的行为 也会让他痛苦终生 此时也刚好是第七天的傍晚 凶手也圆满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再让我们回头分析一下 凶手的本意应该是七宗罪对应七天 每天杀死一个人 是什么时候他改变主意了呢 很有可能是小白愤怒地把他赶出去的那天 而他后来之所以没杀死小白 也是因为小白是他早已预定好的祭品 这是一部结局很绝望的电影 全程看不到一点点光亮 其他的电影总是有一句真人真事改编 但这一部我很庆幸他没有这句话